嗨,你好,我是劉乃霸 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Competechia 9里面 它可以使用的文字有三个种类 那第一个种类就是比较简单的 内建的一个annotation的功能 就是直接写上文字 然后把它 自己自由的移动放在画面的任何位置 那第二种是用图片 的方式来呈现,它其实是一张图片,去背的图片 那第三种就是文字的字幕稿 就好像我们看连续句底下的字幕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三种字幕是怎么做出来的 第一个,在这个直接写文字的方式里面 我们用的是这个annotation annotations,它里面有很多的 备注,annotation是备注的意思 然后呢,你可以去找一个 像这第一个呢,它里面这边全部都是 备注的形式 那我现在用的这个是最简单最单纯的就是 这个 或者是这个 好 那 我把它拉下去之后 比如说 我刚刚的这个模式,我就是把它拉下去 放在这边好了 然后我把这个playback 时间轴指针把移到这边来看一下 很单纯的 这样 然后你点两下之后,你就可以在里面编辑 比如说我想要打中文 我要打中文 把它拉大 这样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放在任意的地方 然后呢 假设 这个背景是白色的 我把背景选成白色的 你就会发现 背景如果是 白色的话呢 哇哦 我的文字 还是看得见 所以呢 它的好处就是 其实它这个白色的文字的背景 它是有套阴影的 那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 你放在影片里面 像刚刚这个影片 像刚这个影片 如果是很亮的时候 你摆白色文字是会看不见的 像这个 你如果是把 这个文字 摆在这个白色的地方 其实文字会看不到 所以呢 文字外框有这个阴影 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再把移过来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它有个阴影 然后这个阴影呢 它还可以去调参数 调参数这边 一个是大小 然后呢 一个是这个字体 微软正黑体 或者是 标凯体 好 那一般呢 我会建议啦 就是微软正黑体就好了 然后 这边 这条大小刚刚讲过了 然后这边是 加底线 这边是加这个 删除线 然后这边是 对齐左边 中间 右边 我一般都预设 对齐中间就可以了 然后在左边这边有一个 Visual properties 就是 可以看见的属性 在这里 底下呢 这边也有 可以调整大小 然后这个是调整透明度 透明度 然后这边是旋转 旋转 一般如果你想要做特效的话 你再去使用它 现在我们就不讲这个 我要讲的是这个东西 Drop shadow 就是这个阴影 的变化 这个阴影呢 你要有什么颜色 预设是黑色的 如果你改成红色就会变这样 就变这样 变红色的 预设是黑色的 然后呢 这个offset 你看到 阴影离开了它的文字本身 那这个呢 是blur 就是模糊 blur 模糊的程度 好 假设我的模糊程度这么大 你就会发现它变这个样子 模糊程度小一点 就好像 大概在3的时候就好像文字加边框的感觉 好 那 你也可以 在这边 模糊 这个 opacity 这个透明度的地方 往右拉 这样它的边框颜色就更深了 这样子的话呢 白色的文字放在 比较白的底色上面的图片 影片上的话 文字会更清楚 OK 好 这个就是 这个annotation的文字的一个 放置的方法 这是 最简单的方式 那 底下呢 下一节我们就来讲一下 刚刚 讲的这个 用Photoshop做出来的 Photoshop做出来的这个图片 它不是文字了 它是一个图片 插入的图片 好 我们下一节再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